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Miso的频道 今天是端午节 你们吃粽子了吗 今天呢就让我带大家来逛一逛温哥华 当地的华人超市大统华吧 有没有感觉好像走进了国内的超市一样 因为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能想到的 或者你想不到的东西 你在这边其实都可以买得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区呢 就是一个生肉区 而且可以看到红色标志的呢 就是今天的特价 看到这个鸡转没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专供给中国人的 还有这边的牛排品质都非常好哦 这边的话呢就是熟食区 他们提供饭团还有天津煎饼果子 价格都非常实贵 来到这一区有没有感觉非常的熟悉 看到了旺仔 对这边的话很多很多我们中国国内的零食 这边都可以买得到哦 椰树牌椰汁竟然也有 特别推荐这个油辣子配面绝了 还有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喜之郎果冻 如果你想吃日料的话这边也非常多寿司可以给你选择 还有就是如果你家里要开home pot 这边也有很多party tray 价格都非常的实惠哦 喜欢吃面食的同学呢 这边有包子馒头 饺子皮 还有手擀面 但价格的话我觉得偏贵了一点 这一区呢就是早餐熟食区啊 我们可以看到有春卷 韭菜盒子 油条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了 看到这里了 会不会觉得温哥华的小伙伴实在是太幸福了呢 这边就还有越式的早茶点心哦 大统华的蛋糕跟甜品也非常的赞 而且价格都非常的实惠 这款奶酪蒜香蛋糕当时刷爆朋友圈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你敢相信它才四刀吗 看我发现的是 章鱼烧 其实以前自己很想要自己弄 但是不会弄我竟然发现了 哇 你们有吃过这个吗 我看好多人买啊 哦 还有这一个 他们说这两款很好吃 这应该是新款吧 哦 这一个 一个就599 买好贵呀 这边也还能买到日韩的彩妆护肤品 大家猜我发现了什么 啊 纵叶 应该是之前的网红紫米 还有这两个 超市门口对面呢就是一个food call 那就顺便带大家逛一逛吧 我竟然发现他们这一家竟然还有潮州的卤水 呀这里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呢帮我推荐一下咯 如果有广东的小朋友看到这一个应该就一点都不陌生了吧 从小喝到大的广东凉茶 这一个food call 主要也是以中餐为主价格都非常的经济实惠 看了一下环境 因为疫情还没有做嘛 但是人气都非常的旺 因为它的糖炒 我的粽子煮好了 这次我买了买了三个 我选了一个广式的蛋黄肉粽 它这个宣传单还挺有意思的 这里有特别多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还特地做了个宣传单 还挺厉害的 宋味 那我来试吃一下这个港式的 看正不正宗 是喜欢吃咸的粽子还是吃甜的粽子啊 刚开始我是没有办法吃甜的粽子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吃过甜的粽子了 但后来发现还是挺好吃的 但南方人嘛还是更喜欢吃肉粽 哇哦 看一下 把它剥开 哇哦 有蛋黄哦 蛋黄都出来了 有猪肉 还有豆沙 我刚喜欢我家里人包的 哇贼虾 因为里面放了很多橡菇跟虾米 看一下这猪肉 但 这肉有点少呀 你看 这个是粽子里唯一的一块肉 我这个是上海肉做 第一个吃的是广东 广港式的 但感觉好像不是很对我的胃口 试一下这个 好香呀 好大一个 也是有肉 然后有五花肉 还有蛋黄 这些肉感觉就是卤过的 好吃 上海的肉粽跟广东的肉粽差别就是广市的肉粽它是有那个绿豆沙 然后 上海的肉粽呢 它这个糯米都是有卤过的 我感觉更和我的口味比较香一点啊 这肉 我好爱我喜欢 我更喜欢吃上海的肉粽 嗯 嗯 宝贝 妈咪呢 嗯 爸爸 中秋节快乐哈 哎 哎 太八重 嘿 跟我家人稍微视频了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海外留学生的话 一个过节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了吧 就因为你没办法回去跟他们一起过节 然后呢 就只能通过视频 但现在还好 还是挺方便的 嗯 但是呢 就是有一点点失落感 因为每一次过年过节 家里就会做一大桌的 嗯 饭菜 就看着就特别想吃 在这里的话肯定就 嗯 氛围肯定就没有国内的好 但但应该温哥华会比其他地方稍微好一点 像我们今天去了那个 嗯 中国超市 就会看到他的门口 还有里面都会挂了一些 嗯 装饰 就还是有那种氛围的 我们今天的闲聊就到这里啦 如果 今天过节你还没有吃粽子的话 然后跟我一样又不会包的话 那就去超市买一个粽子吃吧 至少过节还是需要有点仪式感的 对吧 就不管你吃的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都祝你粽子节快乐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 对啊 你没有看到我这两个 这两天长了两个大痘痘吗 就特别的烦恼 一直长痘 怎么办呀 对吧 对吧 对吧